过去太平区的民众如果搭公车到乌日高铁 都必须耗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相当不便 再经过地方的争取 交通局开通了74路公车 行驶台74线快速道路 从太平、金坛子、潮马再到高铁及领东 负责营运的客运公司还投入了8辆电动车服务 也让台中市电动公车总数达62辆 调居全国之冠 来影响生产厂作为您的讲文 祥市县锐为通车套格好踩头 台中市载贴一路公车路线 造福太平区的民众 在经过地方争取 交通局开通74路公车 行驶台74线快速道路 从太平、金坛子、潮马再到高铁 以及领东 让太平的民众到高铁更加便利 今天特别开通了我们74路的公车 由我们的太平来出发 当然沿途会经过向秦义科大 然后74线经过这一个坛子的时候 到坛子火车站 停这样的一个站位之后 再上台74市 上了台74之后 接下来就到草马 到草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运的转运的据点 到了草马之后就到我们的高铁站 过去太平区的民众搭公车到乌日高铁 都要耗费一到两小时 74路公车上路之后 将能为地方民众省去不少时间 而为了响应低碳节能 这次业者还投入了八辆电动车服务 也让台中市电动公车总数达到62辆 要居全国之冠 那这一条路线的开通 因为这次中路客运 全部采用我们的电动公车 所以我们的电动公车 在今天也正式再度超越桃源 成为全国第一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今年要达到 100部电动公车的目标 电动公车的成本是柴油车的两倍 对降低城市污染有很大的注意 交通局也表示 目前市府已同一部分新路线 预计电动公车的数量 将在暑假达到82部 年底将能达成100部的目标 有军台中采访报道